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已经下来了 对啊 昨天晚上就已经下来了 昨天晚上就知道 为什么不马上打电话给我 你现在把我当外人啊 我不需要知道就对了 妈 不是啊 我昨天晚上是因为临时有事 所以有什么天大的事 让你打个电话都不行 你的心给狗刁了 对不起 是我疏忽了 妈 以后有什么情况 我会立刻跟您报告的 说到就要做到 你这样我不可能放心的 妈 你放心 我已经把二十万存在银行里了 我给你保证 我会把所有的钱 都花在小强跟小雅的身上 让他们好好上学 你要记住 这笔钱 是我儿子禁于用命换来的 你不要让我发现 你有动这笔钱的想法 好 我知道了 您放心 喂 喂 陶采薇吗 我是 我是周平成医生的助理医生 我姓沈 想问你一下 明天有没有空 周平成医生想请你来医院一趟 好 我知道了 以上是我为大家描述的病人患者情况 未来要手术还需要大家配合 谢谢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 大家散会 平成啊 你能碰到这种病 真是老天赐给你的 这个账打好了 你和我们医院的耳鼻喉科 在全行业内都是级别最高 最璀璨的钻石 你将成为国内最年轻的下颜癌外科手术的第一把刀 这个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 谢谢主人的支持和栽培 我一定不负众望 好了 有什么需要科师配合的跟我说 下个月北京有一个耳鼻喉专家的学术会议 平成 你跟我去吧 好 谢谢您 主人 走 向我介绍一下病人吧 我们可要认真对待这个病人哪 行 主人请 陶采薇吗 你好 我是昨天打电话给你的沈医生 你好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我们医院耳鼻喉科的程主任 主任 这位就是画者陶采薇 你好 采薇 好美的名字 主任 医生 我真的很想知道我的病情 麻烦你们详细地告诉我好吗 周医生是国内耳鼻喉领域的专家 也是我们医院这方面的权威 由他做你的主治医生 你可以完全放心 一定会得到最及时的治疗 是吗 平成 好好和你的病人沟通 好 祝你早日康复 谢谢 坐吧 我们主任很少会跟患者直接接触 你现在知道你的病 我们多重视了吧 周医生 麻烦你 可以告诉我所有详细的病情吗 上次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属于下烟癌 目前是第三期 这种病例在国内都很少见 那你说的下烟癌 到底什么是下烟癌 这张是人体咽喉部的解剖图 喉咙是人体结构中 比较复杂的一部分 下烟尚起于甲状软骨上缘 下至还软骨下缘 下面连着整个呼吸系统 周围是丰富的淋巴系统 所以下烟癌是头颈部 常见恶性肿瘤中 遇过最坏的肿瘤 死亡率也最高 这个病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所以为了防止恶化和扩散 必须尽快进行手术 医生 除了手术之外 还有别的什么治疗方式吗 依你的情况 后期可能快速恶化 如果放弃手术的话 我也跟你说过了 六个月 你不要小看这次手术 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外科手术 目前国内能独立完成 这样跨领域手术的医院不多 我们医院的耳鼻喉科 要完成这样的手术 还要申请院方批准 我想要请问 这个手术的费用 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初步估计 手术和术后的治疗 应该是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 二十万到三十万 这么多啊 当然 你可以考虑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 你的时间不多 医生 如果我做了这个手术 我能活多久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 哪怕再简单的手术 我也只能保证成功率百分之九十五 但是 如果你手术成功的话 你五年的成活率 就是百分之二十 我只有百分之二十 能活超过五年 首先 因你的身体状况 完全有可能在百分之二十之中 而且 如果术后治疗做得好的话 没有发生复发和转移 生命就可以继续维持 医生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 有没有人能活过六个月呢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去别的大医院检查 我相信你得到的答案 是一样的 你现在是在跟时间赛跑 你要知道 你所拥有的每一分钟都是抢的 我现在给你开单子 你可以去办理住院手续 你 知里 我会在座政宠上 陈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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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这么多钱 只有百分之二十 可以活超过五年 医生 换作是你 你换吗 生命是无价的 只要有可能 就要不惜一切 努力争取 谢谢你 我不换 我们医院不只有你一个病人 整个治疗方案 是我替你争取的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病人 需要我亲自操刀 帮他们动手术吗 我再累 我再忙 我都想替你开刀 你就不愿意 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吗 如果这次手术成功 媒体一定会大肆报道 你就可能成为 全国最受关注的 癌症患者之一 还会给那些 像你一样得了下烟癌的病人 带来希望 这样做不是很有意义的事吗 原来 有媒体报道 才是你想替我动手术的原因 你误会了 我刚才说的是附加值 我是医生 挽救生命 是我的职责 你不也没有把握 可以救活我吗 现在对我来说 最有意义的事 是可以好好地陪我的孩子 至于你说的手术 我不能接受 也不想接受 哥哥 哥哥 一个帮帮他好大 跟我的手掌一样大 真的呀 而且看起来 很好吃啊 要不我们买一个 一起吃好不好 我们又没钱 这就没有钱 钱两钱妈妈 不是给你二十块 是啊 可是我们吃完早餐 只剩 只剩八块钱了 而且我还想还给妈妈 你跟妈妈讲 只剩五块钱 哥哥 我要买 五块 不行了 小鸭 走了 走走走 快走了 妈 别买了 不给我买 我就不回家 真的不行 真的不能买了 我要买 我又买 走啦 走啦 你不给我买 我就不回家 小鸭 你说好 会给我吃的 那我还没有打开 要不我们不要打开了 回去以后 好跟妈妈一起吃 小鸭 你帮我们堂 哪儿来的 是我买给妹妹的 我也要 给我们三个一人买一个 现在 我只剩三块钱了 这个棒棒糖 要五块钱 那太好了 你的胃呀 小鸭 回 快跑 走啦 不得跑啊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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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Astrid 打 打 打死你 打死你 打我 哥哥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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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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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干什么呢 救命 救救 救救 哥哥 他在水里 救命 救命 小钱不要怕 舅舅来救你 快点 快点 快点把你救救救救人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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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来救你 我这小钱 这么钱的事你也不钱 哥哥 好了 好了 小强 怎么回事 妈妈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被同学推到河里 我刚好路过 就把那小子给救了 哥 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一在外面 就总是挂机着你 这一回来就看到被人欺负 妈妈 我的胳膊 我的嘴 我的全身都好疼 十一岁的小强 没有童年级孩子的智商 被人欺负的头破血流回来 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小强 她以为妈妈会像往常一样 做好多吃的安抚她 看着她痛苦 我知道 不仅仅是来自身体的伤痛 更多的是掺杂着莫名的凌辱 和对自己的憎恨 快站站 是我没能 给她一个完整健康的身体 这是作为妈妈的我 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地方 因此我有着比我儿子十倍百倍的撕心裂肺 小强治了很多年的地狱 我和丈夫静怡曾经相互约定 一定要照顾好小强 绝不能在小强死之前献死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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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的真理 我更生痛了 小强 我问你 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的 哥哥替我买棒棒糖 被大胖抢走 他们还欺负我哥哥 妈妈妈对不起 小强讲不回来你的姐 妈妈对不起 没事 没事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妈妈不哭 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因为妈妈舍不得你跟小强 妈妈舍不得你们被大胖欺负 你不要担心 我会很勇敢 大胖是我最好的朋友 只要我一直对他好 他总有一天 也会对我好的妈妈 小强 是谁跟你这么说的 爸爸 爸爸说得对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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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 不要哭 我是明白了 小强 小强 那个叫大胖的 他就是把你当下饭菜了 隔三差我就把你拎出来 收拾一顿是不是 嗯 对 哎 我陶大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嗯 绝不允许这种事情 在我的眼皮子里发生 哥 你是想 哎呀 我当然是要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了 是不是 是 采薇你怎么了 是 妈妈 妈妈没事吧 嗯 来来 哥 你就别再管了 别把事情闹淡好不好 哎呀 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的 小强 舅舅一定交给你 怎么对付那帮混蛋 哥 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 干系店 我想请个人 忙不过来了吗 总不能让小强跟小雅 自己上下学 妈妈 那 那就请舅舅啊 我 舅舅 你那么牛 你一定能照顾好店的 对不对 是吧 那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帮你 不过话说回来啊 我要是忙的话 咱俩得轮流照顾店 怎么样 当然好了 哥 你的工钱 我会跟你算的 哎呀 这 自家人谈什么钱嘛 来来来 吃饭吃饭 站住 不许多 不许多 快跑 站住 看你往哪儿跑 站住 就去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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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跑 又见面了啊 拿来 什么 什么 你拿了小强什么 就拿了什么 三块钱是吧 拿去 不值吧 真的只有三块钱吗 你昨天没抢到爆破糖 你再拿十块钱来 舅舅 是 是五块钱啊 去去去 你不知道哪些钱 要说力气的吗 拿来 我 我只剩五块钱了 其他的下次还你好吗 你们两个有没有 跑出来 我 好 你叫大胖 对不对 嗯 搞定休息 你们两个 只要指着他说出 你大胖 打了小强 并向小强鞠躬道歉 跟他说 对不起 以前是我不对 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你 你大胖 打了他 小强 小强 以前都是我不对 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好 好了 你们说过的话 如果忘了 舌头就会变成流浪狗的晚餐 知道吗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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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个地方跟他聊聊 救命啊 不要动 不要动 救命啊 大家老实点 老实点 你要是真掉下去 就是不死也会缺胳膊手腿 大胖 你在上面好好想一想 你哪根胳膊这么粗 欺负人家小强 我错了 这是江小强家吗 请问 我是大胖的妈妈 江小强呢 叫他出来 江小强 出来 江小强 给我出来 出来 哥哥 妈妈 妈妈 走 小强 你们全家都跟我 上公安局去 对 上公安局 哎呀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有什么误会吧 误会 误会也要上公安局去说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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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胖妈妈 大胖跟小强是同学 小孩子打拥宾 小孩子打拥了难免 uncom poder 打仗 小孩子打仗 还怎么打 是他们不懂事 可是你们大人 怎么可以把我儿子 放到一丈高的地方 去坐着呢 你们正做什么呀 我要告你们 故意伤害被成年儿童 我们大人 该不会是我哥吧 你少装算了 有话 公安局说去 还有你 走 进去 还有你 走 不要叫我海家 不要叫我海家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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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回来 妈妈 懂不懂 大胖 你为什么要推我妈妈 是他自己捉过来的 别打了 别打了 小强 大胖 不要打了 别打了 不要打了 你们两个 不要打了 走 小强 小强 走 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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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出息了 小猫 小强 小强 快拿起救生 小强 快 快 在哪儿 我也去 妈妈 我没事 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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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吗 妈妈 我没事 妈妈 快 来了来了 小强 你有花棒 快 好点了 不留了 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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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刚才大胖啊 真的是用了点力气 对不起啊 妈妈 不要怪大胖 是小强自己不小心才撞到墙的 真的 小强 妈妈没有怪大胖 大妈刚才会推你 他也没想到你会跌倒 是不是 大胖 小强经常说你们是好朋友 就算你们吵架了 他也是想着要把糖果翻给你 你知道吗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想到他每次推都不是很用力 是他自己掉到水里的 你说什么 你什么事把小强推水里去了 这也许就是我哥 为什么会把大胖放到墙上的原因了 以后不许欺负人 听到了没有 妈 我知道了 那还不跟人家说对不起啊 对不起 小强妈妈 那 那我们先走了 走走走走走走走 欢迎光临 周医生 你好 这些是我给你的 怎么都是下阴癌的资料啊 说实在的 如果我没有看到医生你 我几乎都忘了这个跟我有关了 不是我咒你 这也许是你生命中最后一段美好的时光吗 你为什么要特地跑来跟我说这些 因为你太年轻了 三十五岁是癌症的发展和治疗的分界线 人在三十五岁之后 人体细胞发力会成下行性生长状态 因为之前人的进程代谢太快 所以癌细胞也发展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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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正好在手碎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我希望你能够知道 咽喉癌和下咽癌 是我进医学院以来一直研究的课题 我现在还没有告诉过你 你的病例很特殊 我和我的科室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救你 所以我不会放弃手术 我不会 谢谢你来告诉我 你该走了 有客人来了 哥 回来了 这位客人是素医夫还是媳妇啊 我是 哥 他是保险推销员 哦 保险推销员哪 这职业怎么样 好好赚钱 哥 行了啦 周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不需要保险 你可以走了 过几天我要出差 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一下 我真的不需要 谢谢 快走吧 媒体也都下逐科令了 走走走走 你说说你 人高高大大长得蛮精神 这么来有水平 我都替你不值 你不是卖保险的吗 你看 听听听 我就知道你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 没听到他刚来喊我哥哥吧 难怪你这么没有眼睛劲儿 要不要我帮帮你 我给这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 我可以给你们拉 哥 你在干嘛 我 我 我想你误会了 我是医生 医生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你 医生 采薇 我说你当管主才几天哪 就把叶医生寻到咱们家来 真不愧是我陶大的妹妹 救赎男人缘 我跟你说 我觉得他长得不错 职业不错 哥 你可不可以不要乱说话 你只要帮我把店好好顾好 什么都不要管 你干嘛这么大火气啊 我 我这么大火气 那看看你干了什么好事啊 我干什么了 我辛辛苦苦地在这里工作 我只不出去买个饮料喝而已嘛 不过十分钟 你用得着这么嫌弃我吗你 哥 大胖的妈妈来过家里 要不是因为你把大胖放在墙上 他妈妈会跑过来行事问罪 小青还以此把头给坑破了呢 小青现在在哪儿 怕好点了吗 已经没事了 可恶 我现在就找大胖孙长去 哥 你能不能不要帮大忙 快点让你妹妹省心的事啊 好了好了 知道了知道了 去哪儿啊 去了就不要回 开 开 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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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我妹妹她怎么样 怎么会突然昏过去 不要紧张 我们得推进去做进一步检查才行 快 先生 你在外面等着就好了 小青啊 你不要怕 哥哥就在门口等你啊 他 采薇啊 一定要没事 各位大慈大悲的神仙菩萨 如来佛祖观世音 关公即公财神爷 镇主耶稣华大仙 我知道 你们最喜欢 在济世救人的医院里 显灵通了 求你们保住我妹妹陶采薇 有病除病 有灾除灾 陶采在这里 祭拜你们了 祭拜祭拜祭拜 祭拜祭拜 祭拜祭拜 保佑我佑我佑我佑 陶采薇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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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采薇的家属在不在啊 我带我 陶采薇的家属 她怎么了 根据病人的记录 应该是下咽癌病发症 引起的正常昏迷 这 这 你说什么 这什么癌 谁 谁得癌了 你不是陶采薇的家属吗 刚才是不是你送她来急诊的 是我 都是我 病人不到一个月前 在我们医院做了各项检查 被确诊为下咽癌 数据计算机里都有 医药不信 等病人苏醒过来 你自己注意 观察二十四小时 坚持书液 好 尽快与患者家属取得联系 医生 这就是患者的家属 先生 你跟我来 要注意计量 随时密切观察患者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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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我求求你 别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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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说 你求求他呀 病人陶采薇 今年三十五周岁 患有下咽癌三期 到目前为止 没有经过任何的治疗 之前你都知道吗 医生 您不会是搞错了吧 一个月前就已经确诊了 有病人本人签字的病例存根 一个月以前 他为什么骗我呀 这个傻丫头 傻丫头 医生 拜托你 一定救救我妹妹 拜托你 拜托你 拜托你救救我妹妹 拜托你救救我妹妹 你先别这样 你先去住院部 办个住院手续 尽快转到耳鼻喉科 等到检查结束后 看决定是化疗还是手术 医生 还需要我做点什么 先去住院部交费 准备一些病人的生活用品 并照顾好他的生活饮食 对了 病人家里的 经济条件怎么样 什么经济状况 下咽癌是国内罕见的病例 治疗费用相当高 大约要多少钱 据我所知 二三十万是少不了的 你去哪里呢 我在哪里呢 我现在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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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采薇还是把东西藏在鞋子里啊 各失败亲吻 就是他 先生 麻烦你把这些钱 存在陶采薇的住院费名下 好 陶采薇是吧 是是是 我看一下啊 小姐啊 我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取出来了 这样的话 我妹妹她就可以得救了是吗 那你得去问医生 我们只管收钱 应该可以得救了 应该没有问题的 医生都说了 她要做手术 把癌症那儿给切了 就应该没问题了 什么病啊 下咽癌 护士小姐 这个病应该是可以治的吧 这个我不知道啊 那怎么能不知道呢 那你把我钱都收走了 你们必须得治好啊 大喊大叫什么呀 我跟你说啊 收钱跟治病是两回事 明白吗 我 你 哥 你能不能不要帮到我 会得让你妹妹省心的事啊 我们家蔡薇 肯定没事的 一点都丑 在这儿签上你的名字 这是医院 医院收钱治病 这是正常的事情 既然收了患者的钱 我们会努力的 那谢谢你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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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 你们俩都把功课收起来 我带你们去找妈妈 妈妈去哪里了 为什么不回赶洗店啊 一会儿就知道了 来 走吧 走吧 舅舅 你带我们来这里干吗 因为你妈妈在这里啊 你 这 你骗人 这个时候 妈妈一定在家给我们做饭 你骗人 小强 你站住 你站住 来 小强 小强 我跟你们俩说啊 他现在病了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你们 明白吗 好了 走 舅舅带你们去开帮吧 我妈妈肚子疼了 感冒了吗 反正 反正 跟感冒差不多 不过 很快就会好的 走 材贝啊 你一定要好起来 哥哥能man can do you. 自己做的 只有这些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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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别怕 小强 来 我 来 看妈妈啊 蔡薇啊 还睡着呢 来 你们俩过来 过来跟妈妈说话 我 看看妈妈 快点 妈妈 跟妈妈说话啊 妈妈 你怎么了 那年的小孩 躺在你笔弯 你的心跳温柔的流淌 你轻轻唱着声音有花香 回忆是你为首的芬芳 晚叶的被单 醒来的早餐 把最好的留在我身边 一天又一天 一天又一天 爱已成习惯 你的付出从来不停战 我穿过人生 长路漫漫 却总怀念你轻轻的里面 每当看见我们的老照片 总有温暖回报在心间 我走过春天 我走过春天 走过四季 我拥抱阳光也穿过风雨 无论外面的世界多艰辛 梦里你总擦掉我泪滴 不幸福 你还带你 预留 如果你给你带我来 踩屁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